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中文课堂 今天我们要讲伟大的父亲 请仔细听 2019年 云南昆明的徐伟和妻子有了儿子徐浩阳 小浩阳像个小天使 胖乎乎的脸蛋让全家人笑开了花 徐伟每天抱着他 梦想儿子健康快乐长大 可是2020年 八个月大的浩阳生病了 医生说 他得了孟克斯综合症 这是一种少见的病 会慢慢伤害大脑 医生叹气说 中国没有治疗这种病的药物 孩子可能活不过三岁 徐伟听了这话 心痛得像被刀割 他紧紧搂着浩阳 眼泪掉下来 心里发誓 我一定要救我的孩子 徐伟只有高中学历 平时卖电插作养家 他不懂医学 就开始自学 他用手机翻译英文文章 读了很多书 他看了六百多篇相关论文 他发现一种药可能帮儿子 可这要中国没有 因为疫情 他不能出国买 徐伟说 买不到药 我自己做 他在父亲的旧房子里 搭了个小实验室 几张旧桌子 几个玻璃瓶 网上买的材料 成了他的全部工具 他认真学做药 小心混合材料 害怕出错 为了安全 他先在自己身上试 又用小动物试 确定没问题 才给浩阳吃 每次喂药 徐伟都很紧张 盯着浩阳的小脸 怕他不舒服 家人说 太危险了 可他说 为了儿子 我什么都愿意试 几个月后 奇迹出现了 浩阳的身体好些了 虽然他不会说话 也不能跑 但听到爸爸叫他的名字 他会转头 露出甜甜的笑 徐伯 徐伯看到这笑容 觉得再累也值得 他夜里看着熟睡的儿子 心里满是感恩 就在 就在徐伯坚持 胃药两年多后 转机终于出现了 2022年 一家制药公司 正在研究新的治疗 邀请浩阳 邀请浩阳去试医室 医生用特别的方法帮浩阳 他的身体慢慢变好 但还需要继续治疗 现在是2025年 浩阳六岁了 还在治疗 徐伟的实验室 越来越专业 他希望可以帮更多生病的孩子 很多人叫他英雄爸爸 可他笑着说 我只是个普通爸爸 想让儿子活下去 徐伟的爱向大山 给了浩阳活下去的力量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在困难面前 人类的爱和勇气 是无穷的 现在让我们看看 今天的重点单词 身体 身体 睡觉 睡觉 时间 时间 因为 所以 因为 所以 事情 健康 健康 快乐 快乐 害怕 感恩 感恩 疫情 动物 动物 愿意 愿意 医生 医生 医学 医学 治疗 治疗 疾病 疾病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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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方法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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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公司 可能 可能 下面 请再听一遍 故事 2019年 云南昆明的徐伟 和妻子 有了儿子 徐浩阳 小浩阳 像个小天使 胖乎乎的脸蛋 让全家人 笑开了花 徐伟 每天抱着他 梦想 儿子 健康 快乐 长大 可是 2020年 八个月大的 浩阳生病了 医生说 他得了 孟克斯 综合症 这是一种 少见的病 会慢慢 伤害 大脑 医生 叹气说 中国 没有 治疗 这种 病的 药物 孩子 可能 活不过 三岁 徐伟 听了这话 心痛得 像被刀割 他紧紧搂着 浩阳 眼泪掉下来 心里发誓 我一定要救 我的孩子 徐伟 徐伟只有高中学历 平时卖电插 做养家 他不懂医学 就开始自学 他用手机翻译英文文章 读了很多书 他看了六百多篇相关论文 他发现 一种药 可能包儿子 可这药 中国没有 因为疫情 他不能出国买 徐伟说 买不到药 我自己做 他在父亲的旧房子里 搭了个小实验室 几张就桌子 几个玻璃瓶 网上买的材料 成了他的全部工具 他认真学做药 小心混合材料 害怕出错 为了安全 他先在自己身上试 又用小动物试 确定没问题 才给浩阳吃 每次喂药 徐伟都很紧张 盯着浩阳的小脸 怕他不舒服 家人说 太危险了 可他说 为了儿子 我什么都愿意试 几个月后 奇迹出现了 浩阳的身体好些了 虽然他不会说话 也不能跑 但听到爸爸叫他的名字 他会转头 露出甜甜的笑 徐伟看到这笑容 觉得再累也值得 他夜里看着熟睡的儿子 心里满是感恩 就在徐伟坚持喂药两年多后 转机终于出现了 2022年 一家制药公司 正在研究新的治疗 邀请浩阳去试一试 医生用特别的方法 帮浩阳 他的身体慢慢变好 但还需要继续治疗 现在是2025年 浩阳六岁了 还在治疗 徐伟的实验室 越来越专业 他希望可以帮更多生病的孩子 很多人叫他英雄爸爸 可他笑着说 我只是个普通爸爸 想让儿子活下去 徐伟的爱向大山 给了浩阳活下去的力量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在困难面前 人类的爱和勇气 是无穷的 同学们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我们的课程 请点赞 分享 订阅 让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